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深层核心冷光这条排毒法 我们知道人体细胞里面所制造的废弃物 主要就是以酸跟自由基为代表 应该要完全被排除体外 这样人体才会健康 我们人吃东西吃食物 这个食物如果没有被吸收 它就会变成大便 有肛门排出来 如果被吸收到人体里面 进入血液里面 最后还是主要有膀胱排到身体外面 就是小便 所以小便里面有很多酸性的物质 废弃物有酸有碱 以酸的为主 像铜酸、乳酸、尿酸、草酸、柠檬酸等等 这些酸性的物质 就要被细胞 用主动运输的方法排到细胞外面 要排到细胞外 这样人体才会健康 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身体在酸性 在碱性 为碱性 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身体在7.2的维碱性细胞里面 那么细胞外面是维持7.35到7.45的这个正常酸减值 如果我们一旦人的体质变成酸性 会引起哪一些疾病呢 就是会引起很多很多新陈代谢的这个疾病 在1931年就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Dr. Arthur Warburg 他就说了 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细胞 如果变酸的话 正常细胞就活不下来 所以呢 有些细胞它就会突变 变成适合喜欢酸的细胞 那么这个细胞就不受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的调控 这种就是癌细胞 到了2012年 又有一位作者 他写了说 Cancer as a metabolic disease 说癌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疾病 其实就是细胞里面累积的酸跟自由基 太多引起的 那酸性体质除了会引起癌症之外呢 还有这个过敏啊 异味性皮肤炎啊 周边视力神经失调 好像胃食当内流半膜不全等等 闭锁不全 还有脑神经疾病 像这个失眠啊 多梦啊 强奔症等等 还有就是代谢症候群 三高高血压中风心肌梗塞 还有就是免疫系统叛变 就是自体免疫疾病 红斑性郎肠内风湿等等 至于癌症那是最严重的一型 所以我们这个中道自然医学 就是不是治标是治本的 那我们治本的概念呢 就是说要把身体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全部都排掉 那平常呢 尽量避免酸跟自由基产生太多 有产生的就是要排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道自然医学的主轴核心就是这样 那下面呢就是排酸排自由基的方法 就是抽血啊 看你身体对什么是不能吃的啊 引起这个发炎 还有要吃这个生通饮食 在另外一篇会提到 然后呢就是用氢跟这个奈米光能热疗 冷光热疗来把自由基 跟这个酸排到细胞外面 事实上排除细胞里面的酸跟自由基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氢跟热疗 我们看这个氢 它是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抗发炎 抗自由基的这个物质 比方说这个铁钉 这样水会生锈 如果你把它在家灌进氢了 它就不生锈了 就可以抗氧化 因为氢它对这个不好的自由基 它是有高度选择性的 它不会破坏我们好的这个活性氧 好的自由基 它会破坏这个坏的有毒性的这个自由基 这个就是我们立腺体里面的这个形成 这个是水 呼吸电 那么如果这个水呢 没有办法形成电子不够 没有办法还原 它就会产生这个OH自由基 就是下面的这种三种有毒性的自由基等等 这个毒性的自由基呢 它就会伤害到我们这个立腺体的内膜 让我们这个立腺体坏掉 就好像我们的引擎坏掉一样 那么这个立腺体呢 它这个氢OH加氢就变成水 就是这个自由基 少了一个氢 加了一个氢就变成水 所以氢呢 它会把这个坏的东西变成好的 水是好的东西 这样 所以它就是 在细胞里面促进水的合成 比方说像这个人 他就是吸氢前 他的尿是疤痕碱性 那么吸了以后呢 尿就变酸了 表示酸排出来一点 中性是七嘛 它本来是减的是八这样 那么它尿里面没有自由基 我以为说 我们怎么把它尿变成有自由基 它有点生气 后来我们就跟它说 我们是帮你把这个尿里面 细胞里面的自由基赶出来 赶到尿里面了 像这个人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思觉失调 思觉失调的患者 那么一般叫精神分裂 你看它的这个尿 是8 PH8蓝色的 结果吸完氢以后呢 就变这个 PH5 然后这个自由基之前 你看我们放了一段时间测 它自由基很少 那么吸了以后 自由基就很多 这个就是 它到保健管器吸氢以后的 这个拿尿回来检验的这个报告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多一点清的 怎么排酸排自由基 你就看这个 这个视频 你扫描一下就可以看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正式来讲这个热疗 事实上热疗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很久了 比方说台湾现在的这个万芳 秀船 星光 马街 阮中和 他们都有设这个热疗 热疗的部门 在医学中心 或者区域医院里面 大家如果想对这里要有进一步的了解 这个医学中心 他们有发布过很多这种各种的信息 都是以这个癌症为主 就是尤其是癌症的疼痛 效果是非常这个有效 那我本身也写了一些整理的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个文字搜寻 就可以在Google上面看到 所以呢 中道自然学就是用积极的主动的 用这个氢跟奈米光能热疗 把这个酸跟自由基排掉 所以不管哪一种疾病 这个氢加上奈米光能热疗 都会比较有效 会把酸跟自由基排掉 那么在医学中心 他们都是用这个生成核心热疗而已 就用热疗或者配合这个 癌症化放疗的这个药物 或者是放疗 那我们民间呢 就跟 会把这个生成核心热疗跟氢 来做一个连结 那么我们认为 他可以做任何人的养生保健 还有癌症 尤其是癌症莫及 效果是非常的这个好 当然癌症也会有效 还没有到末期的话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精神神经疾病 精神疾病 或者像一些退化性神经疾病 还有就是各种 我们叫做不治之症 什么叫做不治之症呢 不治之症就是说 医生说你这个不会好 要吃药是一辈子的病 我们都把它统称为这个不治之症 不是说一定会死亡 而是说吃药没有效的病 这个热疗疾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人躺在里面 就会把汗这个避出来 那么我们用的这个热疗疾 它是用不可见光 A光 大家看到这个是红尘 蓝绿黄定子 这个热疗 红光到紫光 这个可见光 它是不可见光 是A光 所以我们A光 可以产生这个 身体里面热的效应 可是要把B跟C过滤掉 就用这个800到1400奈米的 这个光 不可见光 它对人体的作用是这样的 热疗呢 主要它是在这个 作用在这个红血球这边 这个在身体里面 会把光能变成热能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红血球 红血球 它主要是把氧气带到我们身体里面 那么这个 它就等于是一部货车 再养到我们身体 然后这个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空的车子 就把这个废弃物 把氧带给我们 把废弃物带走 这个废弃物 二氧化碳 还有乳酸啊 各种东西 那么光能的话 灶就会促进它泄货 把氧气泄进来 把废弃物更快的带走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微血管 微血管 它里面这个是 白色的是氧气 红色的是红血球 那么这个光能 就会协助它这个 放出这个热量 吸收热量 这个是充电器 我们叫ATP合成 这个光 冷光一照 它就会把 促进它生成热 所以我们整个身体 就会热起来 它跟这个烤箱是不一样 我们人体正常的温度 舌下温是36.8 正负0.4度C 钢温是37度C 可是呢 我们人体能够 短时间 容喜 身体热到43度C 可是癌细胞 它不耐热 它的身体构造 比较不健全 它只能够 耐35度以下的温度 所以癌症患者都需要 把它身体加热到 39度半到41度 这个就是 讲的是三温暖 盐盐益 眼红外线烤箱 跟深层核心 冷光热疗的这个区别 我们再把它简化一点来看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左边这个深层核心热疗 它这个所谓冷光 它是指温度在45度以下 那么 表层皮肤的热光热疗 通常都在45度 甚至有的到65度 那冷光的话 有时候在38度 39度 那么 你的这个身体 就会升到40度 所以叫做冷光 所以如果是烤箱太热的话 有时候会把皮肤烤上 冷光就不会 如果是用烤箱的话 通常舌下温度不容易提升 如果舌下温度提升的时候 就表示可能有热中暑的风险 这个热疗 它是逼细胞呕吐 逼细胞呕吐 让它把这个东西吐出来 把里面的酸跟脂肪吐出来 它这个作用跟轻是不一样的 它需要一些能量 所以会消耗掉一些能量 这个就是热疗所流出来的汗 这个是不正常的汗 这个是正常的人 汗是比较澄清透明的 你看这个它做第一次热疗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慢慢它的毒就被排掉了 那么我们拿这个是尿 这个也是尿 热疗前的尿跟热疗后的尿 第一个热疗前 第二个热疗后 你看它的这个酸碱值 它的酸碱值就是7.5 热疗后的尿变成5.5 就表示这个酸有由这个细胞里面 被排出来 然后跑到小便里面 那么我们用这个汗拿来做检验 你看也是很多红红的这个自由基 自由基呢 越多颜色就越深 所以尿液 尤其是热疗的尿液 会比这个一般的这个汗 会比尿液排出更多的这个重金属 尿液排的比较少 汗排的比较多 像这个就是一个两个比较 右边的是清水 那么左边的是尿 你看它平常都有排尿 排酸排自由基 做热疗以后排更多 这个酸碱值是5.5 汗是5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代表 那热疗排出的汗水不一定代表它健康好或者不好 只是参考而已 我们还是要用这个热疗以后的这个尿 前后的尿跟汗水里面的酸碱值跟GG检测报告为主 像这个人你看他的这个尿液好像也不怎么浑浊 可是他是一个重症肌无力 这个有胸腺瘤 开完刀以后呢 肺部又长一个17公分的这个胸腺瘤 可是他的这个尿液 你看排出来不是很多 汗排出来比较多一点 自由基 可是他汗竟然是碱性的 这种我们很少看到 汗大部分都是酸性的 这个汗还是7.5 像这个人过敏 汗是这样 那么糖尿病是这样 所以汗只是一个 颜色只是一个参考这样 那像这种就 热疗前后的尿液 就比较一致 比较正常 这个是我本人的这个尿液 你看尿都是5 有排酸 热疗以后排更多 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现象 像这个人 你看他汗好像好干净 跟水差不多 可是事实上 他的这个尿 排不出自由基 你看他热疗前 没什么自由基 热疗后自由基就比较多 尿比较多 那么汗也是有排出一些自由基 这种情况就表示说 平常自由基 是没在排的 热疗以后才排 像这个患者 他的尿是8 是非常不正常 因为我们人体 尿位的酸碱值 正常是应该要5 5.5以下 那么他是8 表示说他的尿很碱性 尿碱性 那么酸就留在身体里面 他做了热疗以后 他的尿又变成 酸碱值变降了一点点 表示酸有排出来 自由基也排了多一点 那么汗排了多一点的 这个自由基跟酸 他是曾经中风过的一个患者 像这个患者 他是经常恐慌 你看他的尿也是8 8变7 热疗前热疗后 变7这样 那么这是一个小朋友 14岁 他是长期的注意力不集中 当然经过治疗以后 几乎是好了很多 他的这个 你看他的这个热疗 也是这样 尿是8还是8 不过汗有排一些酸 跟自由基出来 所以他妈妈说 他这个做完热疗以后 他的这个做数学 做脑波的时候 发现做得很快 全部答对了 精神变得很好 这个人是胃食到内流 你看他的尿也是8 自由基排不出来 热疗前 热疗后 尿排了一点酸出来 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他本身有一个胃癌 睡眠的反应尤其好 像这个人 你看他尿也是 酸排不出来 热了以后 酸就排出来一些 那么这个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然后当天就会变得非常好睡 这个也是一个很紧张的人 你看他的自由基 汗里面的自由基好多 然后这个尿里面 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那么像这一个是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你看他的体内的自由基 也非常非常的多 经由这个尿位排出来 然后当天晚上就感觉好很多 有时候我们人体的自由基 就是说多 有时候是难免的 尤其是有一些重症的病人 像这个患者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 你看他有高血压 风湿免疫疾病 这个关节炎 然后有鼻肝 有鼻痘炎 身体几乎他们说 海料料就是说 整个身体都不大好 可是他个人的感觉 还没有很糟糕 因为他平常就有 在尿意有排这个 酸跟自由基 热掉以后还是有排多了一些出来 这样 像这个也是一样 他虽然大肠癌 有转移到肝癌 有转移到肺 其实他还蛮自我感觉良好的 就是没有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当然癌是在长了 你看他的酸也是有在排 那个自由基也是很浓 所以自由基最怕是排不出来 像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通常会将一个像这个乳癌患者 那么你看他 我们把他的这个检测报告 放一段时间看 你看这个自由基就慢慢的就不少了 这个自由基很多 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也是一样 我们通常都会看第一次的 或者再放一段时间再照 你看这个 做热疗前 这个自由基比较少 做热疗后比较多 虽然他的尿八还是八 尿酸减值八 做完以后还是八 并没有排出来 这是一个子宫内膜癌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做两次 或者很多次 再来做一个比较 像这个人是肝癌 他电烧过一次 腹腔镜切除一次 后来因为长太多颗了 又做肝动脉酸塞 加DACE 他的第一次热疗也是酸排不出来 自由基也排不出来 那么第二天就排出来了 他这个患者他感觉还非常好的 当然就是癌细胞还没有完全消失 这个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蛮典型的例子 这是一个大障碍的患者 他感觉常常脑污污的 记忆力啊 理解力度不好 还有胸口就被大石块压住 他在10月5号做第一次的热疗 你看他的尿意没有什么自由基 这个是马上做的 他尿意是8 结果呢 做完热疗以后 尿意变成7了 那么他自由基也排出来一些 这个是10月5号 到了10月6号呢 他又来 他又说要做这样 那我问他你昨天做了怎么样 他说昨天做了这个冷光热疗加清气以后 他就感觉整个头脑变清楚了 他觉得他以前怎么好像从小到大 头脑都昏昏沉沉的 他出门虽然50多岁而已 他出门都要带这个录音笔 人家讲话他要记下来 有什么事情要记下来 不然理解力感觉很差 很容易忘记这样 他一做完就觉得 哇怎么整个人好像都清醒了 好像这个黑影都散掉了 那种脑雾的感觉就消失掉了这样 那么到了你看 三天后还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吃生酮饮食了 所以会会比较单单靠这条效果是有 可能是还是没有那么明显 到了10月8号还是尿还是8 前后都还是8 那么我们就看起来有一点头痛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酸都排不出来 那么我们就叫他去 去这个保健管去吸清 吸得清以后你看 最后两管他这个尿液是8 可是呢吸得清以后尿就变5.5了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建议用氢跟热疗一起使用 他这个自由基就被排出来 酸也排出来了 这是一个氢加自由基很典型的这个例子 我们把这些过几天以后呢 把这些尿液跟汗的检测报告排起来看 你看他10月8号这一次 他起初这个尿液没有什么酸 没有排酸排自由基 可是热疗以后呢 就比较多 那么我们看这个10月8号的这一次 他这个热疗以后的自由基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把他这个直的排呢 排起来排就是这样 他这个第一支10月5号的就是热疗前没有什么自由基 热疗后自由基很多 那么10月6号也是没有什么自由基热疗前 我是说尿液 后来热疗后自由基很多 可是你看他10月7号 哇他就自己排了 开始自己排了 我们认为是这个管道被打通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一个厂房的污水管被打通了 他就自己排了 你看排很多 后来这个是吸氢以后的尿液自由基 所以我们对癌症一个讲法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两种加在一起 就是吸氢把这个用氢气把这个自由基排掉 把酸排掉 让细胞变碱性 还有就是热死癌细胞 两个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整个对癌症的自然疗法就是说 二死癌细胞 用断糖生通饮食 第二生死癌细胞用维他命C 产生这个胶原蛋白把细胞困住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癌症 尤其是癌症末期 医师说已经没有效了 医师不再给他做任何治疗或者痛啊 痛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会给他一些协助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癌细胞 他的痛止痛效果非常好 很多人做了大概可以一两天都不痛这样 做的当时不痛是非常常见的啦 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中间是癌嘛 吸氢气持续的吸入 把细胞这个减化 癌细胞喜欢酸嘛 我们就把身体变成减癌细胞就受不了啦 癌细胞不喜欢热嘛 我们就把它热 因为我们人体还会耐43度的高温啊 那么癌细胞39度半到41度吸 它就会死掉这样 所以说 这个就呼应了 1931年诺贝奖得主讲的了 我们把这个身体变碱性 癌细胞就活不下去了 像这两个人都是强调这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黄金交叉点 要把酸排掉 把自由基排掉 排到黄金交叉点 什么叫黄金交叉呢 你看这个人 他的尿液是8 后来排了变成5 后来又变成6跟7 变成 就是我们你看这个尿液 这边最上面是8嘛 这个力线排排排排排排到5 排到之后又没有酸好排了 他又恢复到6这样 自由基也是一样 大家看最上面这个图 这个自由基 尿液里面没有什么自由基 自由基不多 到了后来自由基就排出来 排到之后又没有自由基了 所以我们这个自由基 又少到多 多又变少 酸排到之后没有酸 我们叫做黄金交叉 我们的一个治疗的原则 就是说 尤其是癌症患者 跟这个生命跟时间晒跑 我们建议他们每天都达到黄金交叉点 就像这个患者 他是61岁 肺癌 不能开刀 医生说不能开 已经转移到脑 肺部也转移了 可是医师还是帮他把6公分的脑癌 用这个7F给他切除 这样 这个 可是他的肺癌 就是一直咳 一直咳 已经转移了 他第一次到我们门诊的时候 就发现他每一秒都在咳 后来我们就建议他用前面讲的 这个生痛饮食 这个 清气等等 你看他这个 酸排排排排 这个自由局排到没有自由局 酸排排到没有酸好排 这个我们叫黄金交叉 像这边有一个肺癌也是末期 他有睡不好 肺风湿下肢很肿 那么我们就安排他到一个保健管去体验 你看这个我们每半个小时给他洗一次 给他验一次尿 你看他到最后 因为到了癌症末期 癌症初期 这个尿都会减性 可是到了癌症末期 尿都会变酸性 这个酸是由这个癌细胞排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 很酸排到最后就没有酸了 大家看这个自由局起数多嘛 一直排一直排 一直吸这个体验这个清气 排到差不多就七个小时 就排光了 后来他每天就带着这个清气 自己去买了一台清气机 去租了一个清气机 去每天都在吸这样 他吸完他有一次跟我们分享说 他当时这个脚一直很肿 本来是手肿脚肿 本来后来脚肿消失了 吸到最后呢 差不多第八个小时的时候 他发现那个手指 本来肿得像脚拇指一样也消掉了 痛啊失眠 整个都好起来的 所以我们是 主要是讲说 要营造一个对癌细胞不友善的环境 什么叫不友善呢 就是碱性的环境嘛 癌细胞喜欢爽嘛 我们就把身体变健 那么癌细胞不喜欢热 我们就把他身体热起来 还有就是要建构一个对 杀手细胞友善的环境 因为杀手细胞 它是专门杀癌细胞嘛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杀手细胞 最左边这个NKTcell 就是杀手细胞 自然杀手细胞 最左边的这个 那么身体 如果很酸 酸 一般正常的细胞活不下去了 所以呢 有一些细胞 像中间这个就有细胞 这个是DNA细胞核 它就突变 就突变 就突变了 DNA突变 变成癌细胞 它就可以活下去 因为癌细胞喜欢酸嘛 变成喜欢酸的细胞这样 那么它突变以后呢 就一直长一直长 新生血管长进去 然后它就有一些小细胞会跑出来 小细胞跑到哪里呢 癌症就转移到哪里 跑到脑就转移到脑这样 这个是乳癌 乳癌当它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有一些小细胞 小的癌细胞会跑出来 会转移 就是说最后呢 就是看癌细胞跑到哪里 就转移到哪里 如果我们杀手细胞够好的话 癌细胞就不会转移了 不会长大 甚至会萎缩 这个就是杀手细胞 杀手细胞 如果健康 正常健康的话 那么它就会杀癌细胞 杀手细胞要怎么样正常 要健康呢 你就是要把杀手细胞身体 里面的酸跟GLG排掉 就是对它好一点 那么它就会去帮你杀癌细胞 这个癌细胞长出来以后 我们每天会有几千个癌细胞产生嘛 都是靠这个杀手细胞 去把癌细胞这个杀掉的 当杀手细胞碰到癌细胞的时候呢 它就会在癌细胞身上打洞 我们叫做Perferrin 穿孔树 然后注射一些这个GLG 一个酶给它 把它癌细胞融化掉 这个就是癌细胞 大的这个是癌细胞 它被这个杀手细胞锁定了 它就给它弄一个洞 因为癌细胞的细胞膜比较厚 打一个洞 然后呢 把这个GLG 注射到癌细胞这个身体里面去 就产生了一些作用 最后呢 这个癌细胞就死了 就死亡 就消失掉了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 有些人明明长癌的 会自己好起来 其实都是杀手细胞发挥作用 这个就是显微镜下的 这个蓝色的这癌细胞 这个是显微镜下的 这个杀手细胞 它会去主动去吃癌细胞 当然你要NKTcell 你要它身体好啊 对不对 如果它身体充满了垃圾大便 自由基很多 很酸 它怎么会有活动力呢 所以说 我们最后呢 就是再回顾一下 就是酸性体质会产生哪一些疾病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嘛 就是各种疾病 都跟酸自由基累积太多有关 尤其是精神神经的疾病 我们发现 我们的这种做法 自然疗法 对这个神经疾病 精神疾病的效果 真的是很快的就见效 所以我们用这个生成核心治疗 跟亲儿联手呢 它对保健啊 癌症啊 精神疾病啊 神经疾病啊 各种不知之症 就是说医生说你要吃要吃一辈子的 就可以试试看 用这种排酸排自由基的方法 把这个身体里面酸跟自由基排掉 就不用各科去看了 就是说你先把它排掉 如果没有效再来去看各科的医生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理论基础 那这一个专辑呢 生成核心冷冻热聊 就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的这个收看 谢谢